骆青海掐绝一点 蓝色镜子迅极地缩小 飞入到他的袖中 在原地又呆立了片刻之后 骆青海木然间挥手发出一股蓝光 包裹住了自己与南科梦 顿光一起朝着远处飞去 与此同时 黑风海域另外一处巨浪翻滚的海面上空 十几个人影正一山烈烈地迎风而立 这些人都是身穿灰袍 看模样 正是与竹龙道苍流公齐名的扶灵宗之人 为首的两个呢 正是形如僵尸一般的丰天都 以及身为扶灵宗宗主的独木男子 除了丰天都和他这位师弟之外 在场诸人当中啊 还有三名和其余人相比 气势决然 赫然也是金仙镜所在 其中一个人是方脸 大耳 身躯高大而肥胖 远远望去如同一座肉山 另外两个人倒是寻常体型 只是肤色看起来很是诡异 与常人不太一样 一个全身皮肤漆黑如墨 面如造菌 若是光线不足 恐怕五官看起来都有些不易辨认 另一个则是全身肌肤雪白如纸 没有一丝的血色 甚至连头发眉毛也一样是都是纯白 剩下的人自然都是真仙镜修士 修为也字不弱 约莫在中后期的样子 方脸大耳的金仙修士 面色恭敬地开口 属下去了黑风岛探查 不禁北韩仙宫的人不见了踪影 岛主陆军 还有他几个重要的手下也不在了 我对一位管事的搜魂 这才知道那些人早在前些时日 突然消失不知所踪了 独木男子听闻这个人的话 面色难看地说道 果然如师兄所言啊 发生是萧锦涵对仙府入口做了什么手脚 封天都轻轻地叹了口气 唉 看来是我们大意了 这次仙府之行的意义和以往不同 我早该料到 你萧锦涵的心胸 绝不会轻易让他人染指的 方脸金仙继续说道 急禀大长老 宗主 属下发现除了我们福灵宗 还有其他势力也在寻找北韩仙宫众人 封天都目光一闪 问道 哦 有几股势力 可有查清楚他们来历 共有三股 他们也都警觉得很 属下也不敢靠近 所以没有查得很清楚 不过其中应该有苍流宫的人 是五级公主的七级公主摧残 封天都文言摆了摆手 啊 既然我们能发现入口消失 是北韩仙宫做的手脚 其他势力自然也都能意识到 肖尽寒竟然做到这步田地 其他势力显然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此事姑且不必在意 独木男子看向封天都 恨恨地说道 肖尽寒 说是北韩仙宫的公主 做出的事情却如此卑鄙 这是要彻底断了所有人 进入仙府的路径啊 师兄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距离仙府出世 还有一段时间 无论如何 也要找到入口所在 否则我们白来一趟是小 若是让肖尽寒得到那东西 弗林宗恐怕就真的危险了 竹龙道就是前车之鉴 此时黑丰城城中心区域 一家看起来颇为别致的客栈 雅尖里坐着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两个客人 这男的呢 看起来三十多岁 穿着一件青袍 女的则是个白袍少妇 容貌普通 身材却颇为曼妙 两个人身前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不过他们丝毫没有吃喝的意思 神情都有些焦躁 这两个人正是变换了容貌的 忽颜道人和云尼 想不到萧敬寒 还有着釜底抽薪的一手 如今七险欲发临近 忽颜 你说我们眼下该怎么办 继续待在黑丰城 守株待兔也没有什么用 去别处寻找吧 此事事关重大 无论如何 也要找到仙府入口 但是我们只有两人 黑风海域如此之大 哪里找得过来 要不叫那个丽飞宇 也过来帮帮忙 死马 当活马医吧 不必 如今这片区域可不太平 还是尽可能避免他和其他势力的人 接触为好 至于寻止之事 我自有打算 忽颜道人说完站起了身来 朝着外边走去 云尼看着忽颜道人的背影 心知对方说一不二的脾气 悠悠叹了口气之后 脸部轻移跟了上去 黑风海域某处 一座看似有些荒芜的岛屿上 一群身穿白袍的修士 正聚集于此 十一二个人左右 男女都有 绣袍上都绣着一个血艳的图案 此刻或战或利 两三成群 并没有人说话 从这些人的站位来看 为首之人是那名居中而立的方脸老者 身上气息浑厚凝实 赫然是一名修为不弱的金仙镜修士 至于初期以外的其他人 则都是真仙 从这些人的神情和不实张望来看 他们似乎在此等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道荧光从远处天际浮现 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射而来 转眼间到了近处 岛上诸人这才看清楚 来者呀 是一名银袍女子 那方脸老者立刻迎了上去 脸上堆出略显讨好的笑容 渠道友您来了 可有什么收获 暂时还没有 不过我们雪家虽然早年 迁出了黑风海域 不过还是有很多暗线埋在这里 我已经派人联络了这些人 一同帮忙寻找 相信很快就会有些收获了 距离仙府开启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全力寻找仙府入口 否则我们千方百计来到这里 都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渠道友放心 我们定然尽力 银袍女子点点头 又和老者说了两句 身形一晃 化作一道荧光 飞顿离开 随即啊 一个长脸男子两手一挥 张开一个白色结界 笼罩住了所有人 上前几步对方脸老者说道 老总 这取令修为高绝 远胜我们 他找上我们雪家 虽说是协力共闯明寒先府 不过此女 真的是真心和我们联手吗 我观此女眼中 引带戾气 并非什么良善之人 应该不会 此女虽然修为极高 但毕竟势单力薄 这次来黑风海域 取宝的势力 都是人多势众 她孤身一人 所以才想到找些帮手 长脸男子文言没说话 不过脸上一绿之色 并未减轻 方脸老者健壮 得意地一笑开口说道 放心吧 此女虽然实力强大 但你们十人联手不下 雪残大震 再加上我 就算她想利用我们什么 只要进了仙府 我们要做什么 难道她还能干涉吗 还是老总您想的周到 而此时此刻 那银袍女子正在海面上 往前迅急地飞驰 她的肩膀上 停着一头白色小虫 形如天牛 通体洁白如玉 仿佛雕刻而成一般 这白色天牛嘴不开合 发出一个声音 只要进入了仙府 我们要做什么 难道她还能干涉吗 正是那方脸老者 说话的声音 哼 几只小杂虫 算了 眼下还需要你们 银袍女子 翻手收起了白色天牛 两手不断挥动起来 每一次挥动啊 都有一团 淡淡白色的雾气 从她袖中飞射而出 雾气飞快地飘散开来 原来啊 这些雾气的本质 是一个个米粒大小的 半透明小白虫 朝着四面八方飘散而去 此时海底中 一头结单期的鳗鱼 腰兽飞快游过 身体碰触到了几只小白虫 这小白虫好像遇到棉花的水滴 立刻就没入鳗鱼的体内 鳗鱼腰兽是丝毫没有察觉 继续往前飞快地游动而去 这样的情况 附近海域时刻都在发生 这些小白虫附身到了各种海兽 甚至寻常海中鱼类的体内 飞快无比地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与此同时 一片风平浪静的海面上 十几个修士正盘膝而坐 围成了一个圆阵 三个光头男子 悬浮于人群之前 这仨人都是金鲜的修为 看起来是首领 剩下的人呢 都是真仙修为的样子 这些修士身前 尽数悬浮着一面蓝色小旗 通体晶莹 旗面上密密麻麻的符文 清晰可见 每一面小旗都散发出一股 水之法则波动 赫然都是仙气的级别 而且看起来还是一套 这些修士口中念念有词 两手不断地掐绝 耀眼蓝光 从蓝色小旗上放出 在半空中啊 凝聚到一起 形成一团巨大无比的蓝色光幕 看起来仿佛一个巨大的镜面 三名光头金鲜口中 颂念法绝 掌心各自射出一道蓝色的光柱 没入巨大镜面当中 巨大镜面 咔嚓一声碎裂开来 化为了数十个较小的水镜 每一个水镜上都浮现一处情景 或是海面之下 或是天空之中 或是岛屿之上 水镜之上蓝光闪烁 各种风景不断变换 在场的修饰 目光紧紧盯着这些水镜 查看着各地的情况